今天发现我的龙胆花发芽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一根一根的小笋 还是挺可爱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 及时的把这些老叶老杆都剪掉 贴根的剪掉就行了 不然会引起灰霉 这是它去年开的花 还是挺好看的 就是这种幽蓝色 然后我已经清理过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放在室外 进行养护了 好谢谢观看